你看 这张好看 你看 这张也好看 你看你这张 笑起来还挺甜的嘛 这张我瞇眼睛了 不行 上了 我觉得这张挺好看的 那就留着吧 杜儿 你知道谈恋爱都这样吗 锐哥 要不你谈场恋爱感受感受 你锐哥现在没心思谈恋爱 我现在只想一心帮老江分红 他不红我没心思谈恋恋爱 都有双下巴了 必须得上 我觉得这张也挺好看的 都好看 都留着 我实在受不了 好看 二位 是不是想个照片 咱能不能回家看 这家是挺贵的 肚子疼 我得先听到厕所 好 老江 今儿这安排还可以吧 嗯 挺好的 说正经的呢 还行吧 这样一来 以后给老江安排通告肯定特别配合我 我问你啊 你最近跟江南有什么新动态 我们一起拍了一个写真 写真 江南 江南拍宣传照了吗 我看看 我的天哪 你们拍了婚纱照 你们这假戏真做做得比真的还真啊 我们这个就只是工作 是为了配合他歌曲的二次营销 你可拉倒吧 工作照发朋友圈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发朋友圈 你看看 可甜了 好 大理 你能不能把你那手机零售换一下 太破坏气氛了 我的吗 你怎么 你怎么 换句话 跳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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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哥 你别笑了 你那嘴都得后脑勺去了 咱能不能先想想明儿中午 成子父母结婚纪念日 作为何家欢正式开张的日子 我怎么办呀 你这岳父打了不下仨电话给我 说我明儿中午一定要到 那就去呗 我继续当我的好女婿 你继续演你的包子 说得还挺轻松的 我眼砸了你可别怪我 我现在 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嗯 又干嘛呀 回头你就知道了 哎 赶紧接程去啊 姐 您别喝了 咱早点休息吧 啊 你过来 你看我 我好看吗 好看呀 那我和之前 有差别吗 没有 我觉得您和以前啊 一样漂亮 骗子 姐 哎呀走开 哎呀 为什么要跟那个豆芽菜派婚纱照 明明那个人应该是我 为什么 徐老师 今天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点名要上你的课 我带你见一下 你好徐老师 我可是千里迢迢 慕名前来的 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先去准备一下 先休息一下 谷佳怡 谷佳怡为什么会找到我 是因为江南吗 那我到底该不该教他呀 不教 目前没有别的学生了 要是教 江南会不会生气啊 算了 别多想了 赶紧上完课 好去何家欢 庆祝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我今天是太高兴了 妈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这儿没你的活了 好 你这人 许太强你是不是疯了 你偷藏私房钱的事 我还没给你算明白呢 你又问我要钱 你是不是疯了你 媳妇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浪漫哪 这叫笔心 笔心 这不是要钱吗 要钱吗 这不 笔心 给 给我的 那当然了 这个可是我藏了 好几天的私房钱给你买的 财力有限 只能给你买个摩丧石的 我以前就想啊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给你买一个大钻剑 让我媳妇美美的 年轻的时候啊 你跟我受苦了 咱们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别人有的 你必须有 快 干吗呀你 快点快 你讨厌 乔南 乔南 叔叔阿姨 要不你们先忙 别别别 我们不忙 不忙 不忙 来 不是 你戴个大口罩干吗 今天是何家欢的大日子 我还是低调点好 对 明星都这样 明星 都这样 就是 乘乘呢 还没到吗 快别提了 刚来电话说琴行临时假课 你说这孩子 这么大喜的日子 也不说请个假 就是 不管他了 第一次上课不太了解你的情况 你学琴是因为 我之后要演的一个角色 需要会弹一点钢琴 一听说要学钢琴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老师你 你还是叫我徐多诚吧 我们都这么熟了 也别见外了 我叫你晨晨 你叫我佳怡 好 佳怡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 首先呀 我们要尽量避免手指加盖 碰到琴剑上 手呢拱起来呈半圆状 手指这样轻轻地落下去 其实 之前我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候 他教过我 他也像你一样坐在我的旁边 手把手地教 但是如果基础没有打好的话 后期可就不好纠正了 没关系 反正也是拍戏需要嘛 镜头里看不太出来的 你的眼睛那么好 肯定不只是想要做表面上的工作 对不对 而且镜头里呀 一个细节处理不好 就会很容易穿帮的 你和当年的我呀 还真是有一点像 对了 江南最近还失眠吗 他呀 他睡得不知道有多好 每天一沾着枕头就着 而且他睡觉也太不老实了吧 打呼噜 磨牙 踹被子 真的是要被他瞅死了 是吗 下面我宣布 何佳欢正式开业 非常感谢老顾客的光临 今天所有的菜品全部发折 各位有请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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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啊 你也过来帮讨啊 谢谢 谢谢 请进啊 请进也帮讨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帮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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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老板 包总 您可来了 你这大驾光临我彭壁生辉啊 包总 叫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包总 我们合家欢的大贵人 快来快来 包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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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你了 我跟你说啊 媳妇 包总 人家是玩投资的 那个实力雄厚啊 背后有个什么有个 基金 对 基金 有基金的 青年才俊啊 包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江南 看 一表人才 著名歌手 平时写着歌还能唱唱歌 不是我吹啊 很有才华的 幸会 幸会 江南啊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敬包总一杯 算认识了啊 好 那个 包总 我跟你说啊 就是江南啊 她在音乐圈里 很厉害的 很有才华 是吗 小伙子啊 你看看 你岳父多用心啊 是不是 行了 包总 别站着聊了 快进去吧 进去聊 这 不是 你们这是 你 你 奥运 叔叔 你好 我叫展之灵 我也是晨晨的追求者 我也是晨晨的追求者 你看这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 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 是吗 牛仔 子 我给你都存在了 不是 小伙子 我最不介意了 最不介意了 再回去吧 走 姐妹 太快了 你看你在这儿 呀 好 我领了 我本来打算找这个包总啊 投资他 包装包装他 没想到遇上一个 横道夺爱的 这包总对他 能有好印象吗 你静下操心 江南哪 长得帅 有才华 著名歌手 这个姓展哪 长得也好啊 看他的穿着 看他的打扮 也不是个一般人 我一直以为咱们家澄澄啊 不好找对象 我真是没想到 咱们家澄澄 还是个抢手货 我会跟你讲啊 啥面子不面子的 关键是咱们女儿的喜欢 行了 别偷听了 我去帮大林去了 她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去吧去吧 她已经别听了 你快走吧 澄澄也真是的 到现在也不来 何家欢这个店不大 茶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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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之灵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怎么了 你害怕了 这个游戏 变得有意思了 我从来不会把许多成 还有他的家人当成游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 都是值得珍惜的人 我不允许你有任何方法 伤害到他们 他们是你珍惜的人 那我妈呢 我妈也是我珍惜的人 可她被你们害死了 你要有什么怨气冲我来 你到底怎样 才能帮过许多成 我不会放弃许多成 我就是要你 每天担心她 我就是要你不高兴 但是 又拿我不可奈何的样子 展之灵 抱歉啊 耽误你吃饭了 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猜应该谢谢你吧 那么认真教我钢琴 而且你还那么便宜 我的意思是说 你课时费那么便宜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只要有收获就行 对了 我今天来学琴的事情 你就别告诉江南了吧 他这个人心思重你也知道 我怕他又误会什么 我不跟他说 爸 是我 晨晨 打你电话半天你也不接 这开眼你也不来 你干吗去了 在哪儿呢 爸 我上课不方便接电话 而且刚刚我连了雨 换件衣服 这就过去啊 不是 你找个人借个电话 你也打个电话 告诉我们一声啊 你想急死我们呢 爸 我错了 我这就过去 给您赔罪 行 江南刚走说有事 你替我谢谢他 好 好 徐大强 干吗呢你在跟谁打电话 后面都忙忙都不行啊 快快快 赶紧的 好了好了 你妈叫我 我先挂了 拜拜 欢迎光临 您稍等啊 马上 吃好了 慢走啊 好 嫂子 小杜 你怎么没走啊 南哥说这边忙 让我过来帮个忙 谢谢啊 那我先上菜去了 嗯 大 姑娘你可来了 我先做了一道菜 你尝尝 来 你尝尝 慢点慢点慢点 怎么样啊 咸了 淡了 不是你倒说话呀 好吃 这个再给我吃一会儿 那就好 口径再来一块儿 那是给客人找 我让爸爸回去给你找啊 那我出去帮我妈忙了啊 你赶紧赶紧赶紧 那是啊 待会儿 那是可爱你 你突然有点不愿吗 你真是有废口 你不愿意 在煮上 你也要给你了 你不愿意 对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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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知道这个病 我们都在努力 还有你 一打拉凤一定要定期注射 不能耽误 无论我怎样试图不要去想 可这就是我的未来啊 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这 他不会是药 城长 这花是买给你的 都是你喜欢的 江南 我有事跟你说 我打算明天搬走 我打算明天搬走 城长 你是不是 不喜欢这俩 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和包大人一起去找 我是觉得 你之前 绯闻风波都已经平息了 我们的合约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放心 你的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去了 许多诚 我承认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那份合约 但是现在那份合约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不要再去想 那份合约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 还钱的事情了 其实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许多诚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没错 我喜欢你 但是 只是歌迷对歌手的喜欢 并不是现实中的你 我们一点都不合适 并不是 为对 bach encontra 写手 可 刷 编 江南 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不能陪你翻越山川 见证信徒 见证信徒 洗手以后的人生 对不起 你起了 你在我门口待了一夜 我不敢回房去睡 怕你收拾东西 悄悄地走了 别这样 我想了一个晚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还需要磨合 我愿意为你改变 你不用为我改变 我真的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喂 包大人 诚诚 老江在吗 他电话没人接 你跟他在一起呢吗 你等一下 是包大人 喂 疗养院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您不接都给我打过来了 疗养院的地址被爆出来了 现在一堆记者图在疗养院门口想采访 你赶紧过去看看 知道了 我要先去趟疗疗养院 是不是阿姨出事了 你在家等我回来 你等等 我跟您一起去 我跟您一起去 现阶段对你妈妈很关键 她偶尔可以认人了 如果再受刺激 会前功尽弃 要不先给她换个环境吧 医生 我妈之前跟我说过 她想回老家 您觉得可行吗 当然可以啊 新的环境 最好是她熟悉的环境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这段时间也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董事长 芝林最近在忙什么呀 辰总最近常让涛涛去疗养院 什么 把她给我叫来 陈总下午就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你没说 现在给我备车 是 董事长 江南 你来这里干吗 还想害我妈 还害得不够惨吗 你还嫌网上闹得不够热闹吗 我也是刚知道消息 她很好 你不用担心 可以走了 我 能远远地看她一眼吗 不必了 请回吧 江南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一直努力想缓和我们两家之间的矛盾 不讨厌 这对你妈妈也是有好处的 你不用说了 这么多年 我妈连我都不认识 更不要说还会不会记得你 所以你做的一切都只是徒劳 只会增加你我之间的痛苦 那 能把这束花带给你妈妈吗 你ia 你在哪儿啊 有话说 江南妈妈疗养院的地址是不是你包出去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 过去的事你就让他过去吗 过去 怎么过去 这事我告诉你永远都过不去 这不是咱们家大明星回来了吗 姑姑 老公 这是谁呀 嫂子 我阿霞呀 你老公的亲妹子 阿霞 你老公的亲妹子 你老公的亲妹子 阿霞 阿霞 你怎么这么老了 你的大辫子呢 姑姑 没事的 慢慢来 对了 忘了给您介绍了 这位是许多成 您好 好 这姑娘长得尽巧 姑姑 那我们先进去吧 你看 宽顾着说话了 来来来 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 我们先走 一晃十几年了 第一次回来 这个是你小时候吗 这个啊 是我三岁的时候 真可爱 那这张照片呢 好像是刚上小学的时候 还带着小红领心呢 你得了好多的奖杯啊 那当然了 小的时候 我妈发现我喜欢音乐 然后就喜欢在舞台上唱歌 所以就经常带我去参加一些 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 你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吧 从小优秀到大 那既然我这么优秀 你真的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 这些照片是不是应该收起来 别被阿姨看到了呀 是啊 还是你想得周到 我们快收一下吧 这是我爸 叔叔一定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吧 应该说是天度英才吧 我爸虽然走得早 但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活着 floops 就不再继续 尚术 我该不知道 他只要给你 我们在家里面 快点 拿来 McCulloh 你还要紧 我还要得到 我还安排 你还要买 我还要你 你还要抹 你还要ucking 我只能鸡 不在心海誓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吧 许多成 难道你真的为了他 你 命都不要了吗 我反正也没有多少 自由的时间了 我不想留遗憾 你 彩云 我先去洗个手 你自己吃啊 太阳晒久了 一起来容易头晕 澄澄 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下 这儿我看着没事的啊 好 谢谢姑姑 你吃什么呢 没什么 维C 我也吃一个 我这次来不知道打几天 没带几票 这么小气啊 我去药店给你买瓶新的不就好啊 我只吃这个牌子的 药店买不到 你怎么了 江南 如果 但我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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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